太阳升起的早晨 繁忙的上班路上 日落西山的晚霞 灯火阑山的夜景 今天您感到幸福吗 我们希望您的每一天 都充满孩子的欢笑 恋人的低语和家人的幸福出席 直到您实现心中的梦想 每天都充满心动 严寿区会一直陪伴在您身边 严寿区沿着仁川广义市 南端突出的海岸线 东与成吉川相连 北与文赫山相伴 严寿自古以来 就是废流百季的发祥地 韩国最早的自主开放港口 林须台和高离七大渔港的摇篮 圆人斋坐落在这里 从仁川出发的KTX和GTX即将开通 我们将建成交通便利的交通中心 严寿区沿寿市 适合和孩子一起生活的幸福城市 产业与未来共存的城市 与大自然共存的愉快绿色城市 这就是严寿区 幸福城市严寿区 把教育视为通往我们未来的道路 拓展育儿综合支援中心和国公立托儿所 为儿童开创更充满活力的明天 从奖学金支援到青少年前途支援 国际交流 外语教育支援 为青少年带来更丰富多彩的明天 通过多种教育项目和车轮梦想教室事业 提供优质教育环境和新的挑战机会 以家人般的细心确保大家安全地上学和上班 建设食品安全的健康城市 我们将发展为以学习的幸福 开创光明未来的教育城市严寿区 产业让城市的脉搏跳动起来 松岛国际城市是由15个国际机构入驻 并召开各种国际会议的会展产业中心 正在发展为利用坚实国际经济平台的东北亚商务中心 建成尖端生物产业园区培育仁川的未来产业 正以2015年开港的仁川新港 发展为名副其实的国际物流中心城市 我们力求以健康的经济与发达的产业 发展为东北亚经济中心城市 以金黄的油菜花和翠绿的大麦田 在城市里与大自然相遇的城市 岩寿区 我们许诺为蕴含林须台历史的城市 以海边庆典带来令人心动的明天 复原城基川的生态湿地 让市中心也有一片绿地 岩寿是被称为环境领域世界银行的 绿色气候基金事务局所在地 也是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 也以绿地空间为居民提供 休憩空间的城市 岩寿 我们梦想建设让居民更健康的城市 更宜居的城市 与大自然共存的绿色城市 岩寿的所有日常生活都很可贵 儿童放学后的一天 青年梦想未来的一天 成年人希望明天像今天一样幸福的一天 我们大家的日常生活汇集为幸福 让大家的日常生活充满幸福的城市 这里就是岩寿区 幸福岩寿区 幸福岩寿 彦牧